蒋会长 尊敬着各位嘉宾 各位新老朋友 大家晚上好 今天非常高兴参加咱们家中四川总商会 第三届会长成员 会长们的教职典礼 首先呢 请预许我代表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 还有韩涛总理事本人 对商会新一届领导层的就职表示热烈的祝贺 也对大家表示诚挚的慰问 嘉宾四川总商会成立几年以来 汇聚多方英才 举办了大量的双向的活动 比方说迎接国内 访问加拿大 访问多伦多的代表团 也组织这边的企业政界的代表 到国内去访问 有力地促进了双边各个领域 特别是金鲍领域的合作 发挂了很好的作用 在我们多伦多地区 在安省 嘉宗四川总商会呢 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这个是有目共睹的 今天呢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周末 大家欢聚一堂 庆祝我们新一届的领导班子就任 我相信呢 在讲话上的领导下 新一届领导班子共同努力下 我们嘉宗四川总商会 一定会在过去的基础上 取得更好的成绩 推进双边的往来 促进双方各个领域的合作 同时呢 我们多伦多总领馆呢 也愿意为双会的活动 提供我们历史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最后呢 祝新一届领导班子 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祝今天的晚会 取得圆满的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呢 我们二伯峰